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這個陽光 經過這個三菱鏡 將白光分散 由數於快到慢 排列成紅層黃綠藍電子 各射 現在單射光之綠光 這樣射過去的時候 結果射到這個劈點 我們曉得說 你波長越長的話 越不會偏折 所以紅色光一定在上面 藍色光在下面 因為 就是比較沒有偏折 比較沒有偏折的話 因為越往下的話 偏折越大 在上面偏折比較小 所以他一定是紅層黃綠藍電子 這樣排下來 這是綠光 所以上面的就是紅層黃 下面的話這是綠 下面是藍電子 這樣子 好 那麼他說 如這個圖 當路設角不變 下類何則正確 我們看A選項 他說紅光可落於Q點 這個對啦 紅光要在P點 要在綠光的上面 這是對的 好 再來我們看B B的話 他說 藍光可落於Q點 這是錯的 藍光要落在P點的下面 再來我們看C C選項 他說 層光可落於R點 這是錯的 紅層 在綠光的上面 好 我們看D 因路設角不變 所以不論任何色光 皆落於Q點 這也是錯的 因為他 每一種光的話 他對這個 靈界的折射率都不一樣 就是說 你這個 波長越長的話 越不容易偏折 所以答案 應該要選A